聊聊人生感悟,我是春哥 郑爽在118被张恒报了代孕送养的事以后 网上骂声一片,各骂所骂 其中有一个观点说 郑爽在家教有问题 他父母为了让郑爽完成自己年轻时候 没完成的明星梦 就逼着他学钢琴,学跳舞 琴坛的稍有不好,或者是偷懒,或者是走掉 就拿那个养养挠,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小竹板吧 进行这个体罚,特别残酷 看来大众对郑爽的家教问题误解很多 尤其是看了郑爽的书以后 我觉得有必要和大家聊一聊这个问题 郑爽出生在91年 跟我们孩子的年龄相仿 我也应该和郑爽父亲的年龄差不多 可以说我们这代人赶上了好时候 赶上了国家,改革开放 在经济上得到了繁荣 看到郑爽说他父亲就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 为了家里能过上好日子 省吃俭用 长年就穿着一件夹克,天天早出晚归在奔忙 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家里的交通工具 一开始制行车,后来又换成摩托车 后来换成桑塔纳,又换成捷达 最后又换成了马自达 这就是他父亲的奋斗经历的真实写照 春哥也跟郑爽的父亲一样 受到了命运的眷顾 有一个比较好的单位 大家拼命干活 就是想多挣俩钱 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 当时干活,我们经常连走转 记得最多的一次,我有三天三夜没喝 所以现在看到有的人在网上提996 或者是白家黑 春哥都不以为然 春哥当年的工作不仅挠人 而且工作环境也特别差 因为是组织运输煤炭 我们常常在现场连走转 弄得浑身都是煤 往往看起来 除了眼睛和牙齿是白的 剩下全是黑的 跟小鬼一样 回公司洗澡的时候 往往从鼻子里都能醒出很多煤灰来 可想当时吸了多少煤灰 大伙为什么这么卖力气呢 就是为了想多挣俩钱 我们也确实得到了回报 因为经济条件好了以后 当时我们也给孩子买了一架钢琴 没有买那种进口的 买的是一个国产的猪姜牌 当时也是一万多块钱 以很多家庭来说 也是一次高消费 让孩子学习钢琴是当时的一种风筹 当时电视里 总演钢琴家李士特演奏钢琴 很多家长觉得自己小时候家庭经济条件困难 比较辛苦 根本就买不起乐器 而且学乐器也是一个非常耗钱的 因为你勤买回家以后 定期得调琴定调 这是一部分花费 而且让孩子学琴 得给老师的辅导费也是很多的 我记得当年应该一节课都是八十多块钱 这是非常奢侈的消费 但是家长们为了下一代有一点艺术细胞 这钱花的是无怨无悔 跟现在我们很多家长 让孩子去上各种补习班 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孩子小的时候一放学 进家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弹琴 他妈说了上了一天学 脑子比较聋 换换脑子 弹会儿琴 妈妈就在厨房做饭 孩子就在小屋弹琴 这个弹琴是不能偷懒的 因为你不弹就没有声音了 听到那边没声音了 马上就会问怎么不弹了 孩子妈妈还粗通乐理 你弹得错了 弹得早调了 她都能知道 孩子也有偷懒的时候 也有累了不乐于弹的时候 我们家不用养脑 用的是苍蝇拍 这个苍蝇拍打坏了好几个 我在他们母子的这场 弹琴与不弹琴 弹不好琴的这种操扰和教育当中 也是非常难受 他们发生了激热冲突 我一生气 就把孩子的乐谱 扔到门外 我给孩子叫到灯前 我跟他说 你啊 现在真实的回答我 你到底喜不喜欢弹琴 你要说你不喜欢 爸爸保证你啊 从今以后再也不用弹琴了 如果你要是喜欢 那么呢 你就继续弹 因为我觉得 没有必要 把孩子逼得够呛 孩子当时跟我说 我还想继续弹 那么呢 就又把那个书给捡回来 孩子就继续弹 这么一坚持呢 就啊 逐渐考级 最后呢 完成了这个业余选手 最高九级的考试 但等后来孩子长大了 跟我说 当时啊 我是害怕 怕我说呀 我不想弹 你生气 所以呢 我就说想弹 虽然呢 他说了违心的话 做了违心的事 但是啊 通过弹琴呢 确实啊 他呀 在艺术上呢 有了一些感悟 长大以后呢 没人逼了 常常呢 自己啊 也谈会儿去 给自己啊 以愉快的心情 也参加过学校的乐队 丰富了自己啊 越渔文化生活 同样 我们孩子小时候啊 也参加过 少年功道 舞蹈班 只是啊 孩子身体啊 比较僵硬 在下大腰的时候呢 和脾刹的时候呢 特别痛苦 常常了 为这个问题啊 哭一抱 不像人家有的孩子 弯一下大腰的时候呢 手啊 都能摸到脚后跟 我们勉强歪下去了 就像一个造舟桥 是一个曼虎 我们本身呢 也没想走专业 就是想让孩子 多一点这个舞蹈啊 或者音乐的这个素雅 后来看到呢 孩子跳舞啊 实在是太痛苦 就给停了 我们始终啊 没有放弃啊 让孩子的重点 是放在学习上 但是呢 我还是非常认可的 在孩子小的时候啊 在他不论是读书 还是学习一项技能的时候 有一点惩戒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家长啊 基本都是瞎 没有真打 不会劈头盖脸 不管不顾 我们知道朗朗 从小也被父母 严格管教 也没少爱打 游泳的孙杨 取得那么好的成绩 小的时候也是 常常有不乐意 游的时候 朋友的一个儿子 特别有意思 他呀最后啊 都不敢有爱好 他一爱好打乒乓球 他父母啊 就给他送去啊 进行专业训练 那就不是玩了 就苦了 他一喜欢画画 父母啊 马上给他报本 让他呀 跟专业老师学习 后来给他呀 愁得够呛 中国的教育啊 自古啊 是讲究私道尊严的 对那些 学习不好 不上进 不听话 先生啊 是有权 打他们手板的 先生啊 会有一个借词 不听话了 把手板伸出来 拿这个借词 砰砰打底下 被称作 一片无情族 不打书不读 就连皇家呀 也是认可呀 对不好好学习的孩子 进行这个厂戒 前龙年间呢 有个老师啊 叫王杰 他是上书房的总师傅 负责啊 教授一些皇子 他呢 就要求啊 特别严格 其中有一次啊 皇子们呢 不尊重圣贤 对圣贤呢 不公 他呀 就罚皇子们呢 下跪 这天呢 乾隆啊 正好啊 到御书房啊 来溜达 突然看见了 自己的儿子 在那罚跪啊 特别生气 就对王杰说呀 我们这个孩子 教不教啊 都是龙子 王孙 都是皇家血脉 将来都是要当皇上的 你这么做 是有君臣之道 君臣之礼吗 他告诉贵的孩子们 都站起来 王杰呀 一点也没含糊 王杰说了 接受教育的孩子 有可能啊 会成为啊 姚舜一样的君主 不接受教育的孩子 会成为啊 节奏一样的昏君 为师之道 难道不是如此吗 乾隆一听呢 哦 确实觉得自己理亏 又样啊 皇子们都赶快跪下 听老师的 所以啊 韩瑜说呀 老师啊 是解惑受盗 就是啊 是教书育人 两不能误 可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可好啊 常常你在新闻上听到啊 如果老师对学生有一些批评 或者有一些惩戒 很多家长啊 就翻了 就不干了 不是让老师道歉 就是要告到学校 或者是告到教育局 觉得他们家孩子 受到了委屈 心灵啊 受到了伤害 所以啊 现在的情况变成了 老师啊 只管教书 不管育人 这种现象啊 引起了很多讨论的 白岩松啊 在电视里都说了 跪着的老师 教不俗啊 站着的学生 另外啊 我就觉得 郑爽啊 在书里说 对父母啊 给他安排的 这种从业的道路 是非常满意的 也看见了 父母的努力 和父母啊 花出了心血 他母亲在当年呢 确实做过 这个助唱的这个歌手 因为啊 常常啊 要接他 送他 去各种学习 自己啊 就不能啊 从事自己演唱的这个爱好 现在常常有人说呀 我的人生啊 我做主 为什么我要按照 父母安排好的道路去做呢 这个没有错 你也不能责备 很多家长和父母啊 为孩子设计道路 铺平道路 他其中啊 包括很多艰辛 和很多经济上的花费 这就是根据每个家庭 每个孩子的具体情况 我们要具体分析 我刚才说了 家长让我向东啊 我就非得向西 家长让我捻狗啊 我就非得逮击 这你不能说啊 没上过大学的家长 希望孩子考上大学 是错误的 没上过了 清华北大的家长啊 想要孩子上清华北大 是错误的 你如果非得说呀 要跟家长对着干 那么家长说呀 你要成为一个坏人 你可能啊 才变成一个好人 成为一个到这个口上的人 家长说啊 希望你啊 长大去要饭 那么你才有可能变成一个 有成就的人 才可能自私欺利的人 所以啊 你们家长觉得 孩子是这样的话呢 你们就给他们指一条啊 不同的道理 他们会以另外一种的方式 成才的 千万呢 家长说呀 你打游戏挺好 那你就打游戏吧 你呀 就天天顺喷下驴啊 就天天打游戏了 你的人生啊 就真的自己做主了 今天就聊到这儿 谢谢大伙 观看 点赞 评论